百年时尚新,千年翡翠琴,买A货翡翠,将微信1177-6270,尽少期内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1945年8月,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,转移战俘的工作就开始了。 当时苏联在我国东北地区抓到了大量日军战俘,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被押送到了西伯利亚地区成为苦力。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战俘押送的过程中。 话说当时有一支押送战俘的苏联队伍,因为迷路走到了雷区,导致士兵和战俘都损失惨重。 最终日军战俘只剩下了十人,九名女性,一名男性,而负责押送的苏联士兵也只剩下了两人,其中一人就是刚满22岁的伯治涅科夫。 之后两个苏联士兵商量,由伯治涅科夫留下看守战俘,而他的战友去寻求支援。 谁吃战友走了一个星期都没消息,伯治涅科夫便决定带着女战俘躲进深山里,至于那个男战俘则被他丢在路边冻死了。 在深山之中,伯治涅科夫很快就和九个女战俘发生了关系。 刚开始,女战俘们还会迫于他的威胁,将所有事情处理得轻轻流掉。 但最后伯治涅科夫的懒惰成功激怒了他们,他们联手将他制服了,并把所有的工作交给了他。 就这样,伯治涅科夫和九个日本女战俘在深山中生活了19年,共生下71个孩子。 最终因为食物严重缺乏,他才带着女战俘和孩子们找到了苏联政府自首。 后来苏联政府以违反军纪和强奸罪判处伯治涅科夫12年有期徒刑,女战俘和孩子们也被遣送回了日本。 2011年3月24日,河南省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卢文焕因病去世。 他去世时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,只留下了一张60年前的奖状,但这张奖状的出现却揭开了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,甚至惊动了当地政府。 他是谁?这张奖状到底有何来历? 这张奖状